十二 東方日報 大道之行 土地供應施政重點 2015年7月13日龍門鎮A28大道之行送立公正改之夜結束 各方勢力進入檢討總結階段 為再出發做準備 特首賞經兩天 與經官會議 也有機會向中央領導反映香港政局的實況 同時交代下半年施政的取向 相信民生與經濟議題會是重點 儘管泛民陣營想咬住政改議題不放 要求重啟五部曲 但明眼人也看得出 僅是虛張聲勢而議 民調清晰顯示市民對政治爭拗感疲勒 期望政府搞好改善民生與發展經濟 而且大多數市民也相信中央不會放棄人大831政改框架 政府早前強調 不會重啟政改五部曲 在餘下兩年時間會以民生優先為要務 認真處理大量積壓的民生問題 尤其是房屋及土地問題 而基建工程因延期導致成本急升 易廣受市民及業界的關注 政治風險也不能低估 必須小心應對 雖然政府希望聚焦民生議題 但立法會內泛民激進派的拉布行動 成為施政的難路虎 其實不宜對付 立法會本屆會期已結束 但財委會的工作未完 甚至需要加多28個小時的會議 以應付激進派的拉布 預計未來兩年類似的困境 易將揮之不去 政府施政患要面對大財團壟斷的挑戰 要在土地供應上取得突破 擁有田連千脈 富可敵國的大財團是否願意與政府合作 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中央黨能出手相助 向財團傳話 事情就好辦得多 填海密地需時甚久 新界密地黨能是半公培 有助減輕民怨 將時施政的重點所在 宋立宮